台中之光 慶元春 慶元春的排骨蛋炒飯 絕對是非常非常強的 你看它有多大塊 它的肉很軟嫩 可是會有排骨的那種酥脆感 我只能說 絕對不遜色於頂太風 蟹粉小籠包 蟹粉跟那個豬肉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那一口湯汁是最鮮美的 怎麼叫冰火五重天 冷的吹熱的吹 喔不是就是 依序上升 層次交疊到一個無上的境界 超派人生開會員了 頻道開始的一年多以來 超派人生 儘然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態度 於是我們決定開啟 我們會員的專屬福利 提供給一路支持我們的粉絲 我們的會員等級有三種 一 金卡會員 可享有一系列的專屬貼圖 及會員徽章 另外還享有超派專屬商品的優先訂購 贈送折扣的權利 再來是白金卡會員 除了可享金卡會員的福利外 只要到超派人生 合作的店家消費 就可享有專屬的優惠及折扣 目前已經串聯了上百家名店 領域更橫跨了從美食到潮流 甚至到買車買錶 等於你走到哪都是VIP 最後是黑卡會員 除了你享有金卡與白金卡的福利之外 每個月還能夠抽金品 我們也會不定期的抽出幸運的會員 派勞斯萊斯接受參加線下的活動 甚至還有機會參與超派人生的影片拍攝 最後希望能把超派精神分享給各位 讓支持我們的夥伴們 也能夠活出屬於自己的超派人生 超派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我是主持人超哥 講到蟹粉小籠包 講到排骨蛋炒飯 大家心中會想到什麼 頂太風 頂太風 基本上你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 比方說在英國倫敦我吃過頂太風 跟你在台灣吃到的頂太風 味道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覺得這就是頂太風厲害的地方 但在我心目中 在台中有一間餐廳不亞於它的 我覺得它是台中之光 它就是我身後的這間慶元村 民國38年開業到現在 已經有73年的歷史 它的江南小點 蘇杭點心 江浙菜 絕對都是最好吃 第一流的食物 我跟蘇菲只要經過台中 我們都會特別下交流道來吃 那我曾經創下一個紀錄就是 四個大人兩個小孩 點了四十道菜 然後大概包了 三十道總 想吃但是奈何能力有限 那我今天推薦給你 我心目中很好吃的一家餐廳 同時也是米其林推薦的 台中慶元村江浙菜 超敗 今天戴墨鏡拍攝的原因是因為 昨天偷看小姐姐洗澡 所以掌睜眼 沒有啦 因為最近真的太累了 可是我現在眼睛很好笑啊 一大一小 我想大家對排骨蛋炒飯 都非常的喜愛 那慶元村的排骨蛋炒飯 絕對是非常非常強的 不知道為什麼這兩樣東西 搭起來就是這個 它的排骨是完全不踩的那一種 你知道嗎 真的很厲害 看它有多大塊 放不進去碗裡面 台灣人很喜歡吃米飯 這兩樣搭起來 就像小夫講的 是如此的融洽 它的肉很軟嫩 可是會有排骨的那種酥脆感 真的很好吃 我只能說 絕對不遜色魚餅太風 至於有沒有超過 這個是個人口味的關係 你來吃就知道了 從下面默默的拿起一罐啤酒 蔥靠鯨魚 它就是小條的鯨魚 然後用蔥去把它煮到入味 你看它所有的魚身 魚刺都可以吃 充滿著醬油的香 你如果怕魚刺的人 最喜歡吃這道菜 因為它根本就不用挑刺 我都是超麻煩的 好吃又不黏牙 要注意到不要就比較好 我怎麼覺得你這句話色色的 蔥靠鯨魚是江浙菜的名菜 它是所謂的半錢冷盤 只要我去吃江浙菜 我一定會點的 因為這是功夫菜 你在家裡根本做不出來 你不要小看烤膚 它是很簡單的 麵粉製品 可是很好吃 因為它充滿著豆香 最愛吃這種東西 豆皮 然後乾 對 我們去吃牛肉麵一定要點的東西 可是這個真的已經升華到另外一個境界 它就是大塊的米T 然後充滿著醬汁 你知道嗎 一咬下去那個湯汁在你嘴巴蹦開 然後再配上筍片 再配上露耳 整個非常的清爽 這就是開胃菜啊 其實我說真的 慶元春在我心中 我早就想來拍了 我非常喜愛它的味道 但為什麼一直沒有來 因為它是一間很難拍的餐廳 對我來講 我怕我點了40道菜 然後講了30道 你知道嗎 又拍不完 慶元春一二三三部曲 青草和蝦人 這個也是它的名菜之一 和蝦跟海蝦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你看我們吃明蝦的時候 一尾就這麼大 它的肉可能就是半盤的肉 可是和蝦人 它剩在什麼地方 它非常非常的鮮美 你可以先吃一下原味 蝦子個頭非常非常的小 可是卻無比的鮮美 這時候你可以再沾一點 店家特製的醬料 它其實就是醋 但是它讓和蝦人的甜味又再度提升 它的菜也不過均價在三四百塊 這個菜是三百多塊而已啊 這個菜都兩百多塊 這個比較貴一點 也是三百多塊而已啊 很平價啊 非常平價 無錫肉骨頭 這邊也是必點的 我覺得它是進化版的 控肉 沒有肥肉 但是有軟骨的 它味道真的很棒 這個我跟你講 假如給你白飯的話 你沾著這些醬 你大概可以吃兩碗 如果你喜歡吃軟骨 那種脆脆的滋味的話 這個我覺得不必點 這邊點菜都注意一下 最好菜單心 全部翻譯就在你口 對 不然可能第一夜點 我發現已經點了十大 對 我第一夜就點了十大 這軟骨好好吃喔 就是一間非常危險的餐廳 所謂的危險是 我明知道 我介紹不了那麼多 但是我隨便點就點了 快會知道 這也是這邊必點的 蟹黃豆腐 用雞蛋豆腐 豌豆人 最重要它的蟹黃 完了 我再介紹五道菜 我已經吃飽了 但是太好吃了 每道菜都應該潛藏幾指 但是我都受不了 我都吃一大碗 它最好的就是它的醬料 沾上這個豆腐 很棒 只要你喜歡吃豆腐的人 你一定必點 豆干炒肉絲 這個是我小時候的記憶 我媽媽那時候 很喜歡做這一道 豆干炒肉絲 媽媽就會打一個鐵製的餐盒 今天早上或昨天晚上的菜 就預留下來 然後隔天早上 讓你用便當帶 帶去學校 那時候就一邊聽老師在講話 然後一邊後面就會有那個 蒸飯香的味道 然後到了午休的時候 一下課 大家就衝去拿便當 所以我認為這一道菜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道菜 其實它的辣喔 它不是川菜 所以它的辣椒的顏色 其實是為了調色 它不是為了調味 不會啦 不會啦 這就是我小時候的味道 我小時候帶便當的味道 可是 它的手藝比我媽會很多 師傅把豆干切成這樣 我媽怎麼能切成這樣 可是媽 大有大的好處 其實我覺得你煮得很好吃 它這裡的扇魚有兩種 一種叫青草扇魚 一種叫凝式扇魚 那這個就是凝式扇魚 它會用熱油淋在上面 所以你會看到那個扇魚 那畫面很美 怎麼這樣子香菜都可以吃嗎 可以啊 好 謝謝 我可以抓拌一下 腳幫我 對 你看它的扇魚 你看它每一條扇魚都多大 大家還不趕快來點爆它 你知道嗎 它淋下去的是油 可是它完全不會讓你感覺到油膩 你知道嗎 完全不會喔 因為它調味真棒 它調味是一種很濃稠 然後很香 又帶有韭黃的甜 很棒 你看你多了20公斤你就知道 你必須要扶我 我介紹給你的可以是很貴的 可是也可以是很平價 你吃過陽春麵以後 你才知道魚翅爆生的美 你吃過最好的餐廳 你才懂得吃一碗魷魚羹 坐在路邊的小攤車 那種平民美食所帶給你的感動 我覺得每個層次的美食 我們都要欣賞 因為美食其實沒有國界 也無分高低 沒有說5000塊的就一定比較好吃 50塊的就一定比較low 每一餐都讓你吃5000塊 你吃不完啦 你的生命有限啦 吃一吃就會像我一樣眼睛肿起來 我覺得是因為我最近 早餐都是兩隻處女群 你知道我就是吃完處女群 那一天肿起來的 蟹粉小籠包 這家店我覺得很強很強的 豬肉的鮮美再加上蟹粉 蟹黃的鮮以後 可以把它的層次再襯托再襯托上去 蟹粉跟那個豬肉的味道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那一口湯汁是最鮮美的 單純豬肉的話 其實它會有點膩 但是蟹粉把這個味道調和得非常非常好 它的鮮味整個讓這個層次 襯托上去 那這個算大顆 很大顆 來小姑你吃吃看 蟹膏蟹黃的味道直衝你腦猛 然後跟豬肉的甜混合在一起 最後還有它薄薄麵皮的香 真是fucking good 然後沾上它的醋以後 它又把那個膩又解掉了你知道嗎 什麼叫冰火五重天 就是冷的吹熱的吹 喔不是就是 依序上升層次交疊 到一個無上的境界 這一道菜一定要介紹 它是慶元春其中一個非常非常有特色 叫玫瑰包 它是用豬油 玫瑰 桂花去做內餡 如果慶元春沒有做的話 我相信你在其他地方你也吃不到 它很特別就是 你就感覺你好像在吃香水 玫瑰很重很重的香味 加上豬油的香氣 它特別到讓我每次來的時候都會點一顆 有吃過的味道 對 在吃玫瑰 對啊 我剛才為什麼說 就像在吃玫瑰香水一樣 可是它有豬油的香 可是卻沒有油膩你知道 所以玫瑰把豬油的油膩蓋掉 而且很棒 你從來沒想過會把玫瑰揉一揉 塞到嘴巴裡對不對 這裡就是 剛我在點這道菜的時候 小夫還懷疑耶 我跟他講說 你有看過 跟拳頭一樣大顆的獅子頭嗎 我想應該沒有浪得虛名啦 我給你看它的肉有多雜實 半顆 有誇張嗎 但因為我的食量有限 所以我會跟你講 我再切一半好不好 四分之一剛好一茶杯 它的味道非常的綿密 你不要看它外表很大 很粗獷 這個絞肉在調味的過程中 它調得非常非常的好 喔 這真是極品 人生一大樂事 台中以前的政商名流 一定都吃過這間店 它是米其林推薦 非常非常有傳統 而且口味非常好的一間餐廳 它是我可以把胸脯保證說 隨便點都不會有雷的一間店 七十幾年的老店 值得推薦 那也是我心目中 在台中 我要吃江澤菜的首選 你一定要來吃吃看 我的推薦 慶人春 超白 我前一天宵夜吃什麼 吃海膽 鳳螺 我的鳳螺是四盒 便當盒滿滿的 你知道嗎 吃太好眼睛腫起來 我是不想承認 所以我才亂講說 我是偷看人家洗澡 其實我覺得我是順勤吃太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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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